好,多谢你,Walensky博士 我想做的就是在下面这几分钟来讨论一下Omicron变种病毒 而且一些问题,特别是病情的这个问题 好,第一个环境边 那我现在想说一下,那大部分就说一下关于病情的一个问题 那不过首先我来重复一下Walensky博士所说的 首先呢,我们毫无疑问的知道 我们现在的病毒是爆发力传播力非常强的一个变种 那数据呢,告诉我们完全这个是真的 那Omicron可以避开疫苗所给你的保护 特别是疫苗可以保护你不被疫情导致新病情的一个状态 有的时候呢,它会导致严重的病情 那我们要看看所有的这些数据 而且呢,咱们花几分钟来讨论一下严重病情 那当然,Omicron也是我们要针对的 不过呢,我要给你四个不同来源的数据 而且最后呢,我给大家做一个总结 下一个黄堂篇 那这个是南非所送出来的一个数据 如果你要看看三个不同的变种 那Omicron是黄色的一个表格 而且你要看一看 氧气的一个标准,而且死亡的可能性 你会看见黄色的这个数据 比蓝色还有红色的这个数据呢,少出来好多 这个是代表Delta还有这个Alpha 如果你看英国的数据的话 从三个不同的来源 UK的资源,Scotland的Edinburgh大学 还有另外一个大学 每一个数据告诉我们 在不同的观察之下 Omicron的病情比Delta的病情更低 下一个黄堂篇 那虽然这些数据是比较初级的 不过这个也告诉我们 特别是从休斯顿的大学 休斯顿这个调查地区 告诉我们美国的一个状态 也是差不多一样的 下一个黄堂篇 这个是加拿大所来的一个黄堂篇 那再次跟大家说一下 住院还有死亡的可能性 在Omicron这方面下降了65%左右 而且有严重病情 而是需要保护的这些人 是下降了好多 不过你要看看这个数据的话 你会看见这些调查 有的是在动物身上所做出的 那在某些小白鼠的这些调查 他们告诉我们 Omicron在呼吸气管这方面的爆发 复制自己复制得非常出色 不过在肺部里 它复制自己复制得不是那么出色 所以这个就代表 虽然这个病毒传播力非常厉害 不过它打击废物的可能性 下降了很多 好 那下一个黄堂篇 那咱们看看这一个数据最底 我说是最底线 那最后咱们总结一下 那现在很多人他们都说 我们看见Omicron 它的导致的病情会更低一点 不过我们需要来考虑一下 比较轻的病情 还有长期的一个影响 那底线是我们不能放松警惕 我们知道Omicron 它导致的病情可能是低 不过因为我们会有这么多的病情出现 确诊病例出现 那这个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医院 有很大的压力 这个就是因为总体来说 我们的病情会这么多 不管怎么样 医院都会有非常糟糕的一个状态 所以大家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个建议 就是说我们可以 避开Volensky博士所做的防疫情行动 这个只是告诉我们 我们更需要打疫苗 打加强针 戴口罩 还有其他CDC所推荐的一些行动 所以最后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关于小孩的一个问题 因为很多人们 我们关于小孩的一些问题 Omicron现在看起来 是比Delta所打击的这个病情更新 不过我们看见 就是更多的小孩他们住院 那大部分都是没有打疫苗的 那在疫苗这方面 就跟大家更新一下信息 那现在FDA呢 他们说5岁到17岁的小孩 都可以打加强针了 5岁到17岁的小孩 可以打加强针了 12岁到17岁的小孩呢 今天就像王兰星博士说的ACIP 今天要见面来看看 能不能批准他们来打加强针 那我知道有很多 有小孩的记者 他在问这个问题 就是说那6个月 6个月到5岁的小孩 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 那现在我们正在调查一下 我们怎么样来控制一下剂量 现在的检测我们正在做出 在5岁以下的小孩身上呢 做出这方面的一些检测 那有可能在今年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能不能给这一个年龄级的小孩 打疫苗 或者加强针 好 下面是回到你 Jeff